接下来这一段是我个人的一个主观 就是一台Windows的掌机到底需不需要实体键盘 众所周知 问系统的触屏键盘按键功能不全 触感一般 时不时还会有不能掉出输入的情况 有些朋友就说了 我问掌机又不是生产力 不会去打那么多字的 是的 的确是这样 但是当你需要键盘的时候 而你身边恰好又找不到称手的键盘 你会不会郁闷 即使你手边有键盘 或者随身带着键盘 在你如此低键盘使用率的情况下 这是否会成为一种累赘 像GPD温斯这样优雅的往上一推 简单的输入都是没有问题的 甚至只是一些简单的输入 都是触屏键盘所做不到的 而且实体键盘操作起来 也是要比触屏键盘手感更好的 有时候你可能会遇到 需要使用快捷键的时候 Windows掌机带键盘 一直是GPD的执念 这种执念或许就是GPD 对于Windows设备的理解 一种对于Windows设备最基础 最完整的体验 你可以不用 我不能不给 在你需要用到的时候 我一直都在 虽然不知道他们后面 会不会做不带键盘的掌机 如果做出来了 要么是有了可以替代的解决方案 要么就是这种我想当然的执念 也没那么纯粹 使用轨强配方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